前段时间世界杯,中国男足主帅李皮的年薪,引发了网络上巨大的争议。 虽然这个年薪早就公布出来,但不少人知道李皮这个2300万欧元的数据后,对中国足球的表现哀叹不已。事实上,中超外交的年薪也都很高,但咱们本土主帅的年薪却低得可怕。 作为本土主帅代表,山东鲁能主帅李肖鹏的年薪,仅仅160万人民币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?160万人民币折合欧元也就20万欧元左右。 也就是说,李皮的年薪大概是李肖鹏的,115倍。不和国家队主帅比,就和中超其他球队比。 卡纳瓦罗目前在恒大的年薪是1200万欧元,几乎也是李肖鹏的60倍。不过,李肖鹏却在这样的低连薪水中,帅队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。 那就是,确保球队在争冠军团。事实上本赛季前,鲁能几乎没有在转会市场上有行动,而李肖鹏的执教水平也备受争议。 但到了现在,外界终于看到,是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李肖鹏,已经走在了创造历史的道路上。 鲁美济南时报表示,踢到这个分上,鲁能在说不想夺冠有点太谦虚,否则也不会在间歇期引进新外援。 距离上次夺冠已经过去八年,这波八轮不败后,鲁能的新气完全打开,那么就有必要考虑一下,距离冠军还差什么? 是的,都已经排名积分榜第二了,还不说争冠的话,那作为传统豪门的鲁能也太没野心了。 不过,低调的李肖鹏依然没有表示,但可以看到,在目前中超正在格局变化的今日,恒大之后有新冠军的产生可能性不小,无论是国安,鲁能还是上岗,都已经看到了希望,这样的机会不把握,那岂不会遗憾,作为目前排名最高的土帅,李肖鹏如果帅最夺冠,那他将创造新的历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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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